妈妈 我在乐乐熊 妈妈 宝贝 乐乐熊来了 乐乐熊 教我干什么呀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讲故事 好了 讲故事 我们喜欢听播诗 我们喜欢听播诗 讲故事 讲故事 我们喜欢听播诗 我们喜欢听播诗 讲话讲话喵喵喵喵喵喵 讲出讲出奔奔跳 讲呀讲呀讲解 讲出讲出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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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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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小马 小马 你已经长大了 来帮爸爸做点事情好不好 爸爸 我当然能帮你做事 你要做什么 你说吧 好 我来锻炼一下你的力气 你把那半袋麦子拖到那个墨房去好不好 行 没问题 我马上就去 好 爸爸再见 好 早点回来 路上小心点 浴室多动脑筋 早点回来 我知道了 好 这孩子真听话 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我能过去吗 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可怎么办 牛伯伯 有什么事 牛伯伯 这条河我能过去吗 你能过去的 河水很浅 蹚过去就行了 小马 是吗 那好吧 小马 不能过 因为河水很深的 你不要命了 不能过 对 可是刚才牛伯伯说 这水不深 不行的 昨天就一个小伙伴 在这里给淹死了 你知道吗 哎呀 刚才牛伯伯说 这水我能趟过去 可是 小松鼠又说 这河我不能过去 到底是谁说的对呢 急死我了 我到底是能过去 还是不能过呢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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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回来了 不是 不是 爸爸 我被一条河水 拦住了去路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过去 嗯 我问牛伯伯 他说 那个水不深 可是小松鼠又说 那个河水很深 我就不知道 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了 哎 那你下去了没有啊 嗯 我没有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不下去呢 我想问问爸爸 到底该怎么办 爸爸 你能告诉我吗 哦 小马啊 你不试一试 你怎么会知道伸不伸呢 嗯 做事情 只要动脑筋的 那我应该去自己试一试 对吗 对呀 可是我有点害怕 你怕 怕什么呀 我们马天生胆子就大 你不下去怎么知道水深水浅呢 好吧 那我去了 好 再见 爸爸 好 注意安全 爸爸说 得让我自己试一试 嗯 我是该自己试一试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小马 小马 你不要命了 那水是很深的 哦 没关系 我得自己试一试 你千万不要下去 会被淹死的 可是我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没办法 是个胆大的 是个胆大的 我过来了 真的不深 还是爸爸说的对 怪了 小马怎么没有被水淹呢 小马 哎 妈妈 孩子 你快过来 妈妈 我的孩子长大了 我是长大了 妈妈 孩子 你呀 你不光是长大了 而且身体长得好强壮啊 可以为妈妈办事了 是的 妈妈 孩子 妈妈有点事要你去办 什么事啊 妈妈 妈妈 要你给姥姥带一封信过去 哦 给姥姥带信 我都好久没见到姥姥了 真是太好了 姥姥家很远的 要穿过草地 还要走过大沙漠呢 哦 妈妈 没有关系的 你就放心吧 可是很辛苦的 没关系 我这就给姥姥送去 好吧 孩子 我相信你 来 带好信 早点回来 走路要眼关六路 好的 孩子还要二听八方 现在姥姥就问好 我走了 再见 小马再见 再见小马 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跑得好快 一会儿妈妈就看不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迷路了 可千万别碰下狼啊 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我找不着路了 可千万别碰下狼啊 怎么办呢 妈妈 是一只小羊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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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今天我和妈妈出来 结果我把妈妈给丢了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有什么好笑的 我把妈妈给丢了 是你丢了吧 你怎么会把妈妈丢了呢 是 是我和妈妈走丢了 啊 好了小羊 你别哭了 别哭了 可是 啊 小马 你上哪去啊 你是不是也丢了妈妈呢 我呀 我才不会丢了妈妈呢 我是去给我的姥姥送信的 哦 是这样啊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妈妈呢 嗯 可以 来 祈祷我的背上来 我先托你去找你妈妈 快来 不会耽误了 你给姥姥送信吗 哎 没关系 我先送你 那好吧 哎 坐好了 嗯 好了 嗯 小羊 坐好了 不要掉下去 不会的 你是从哪条路来的 我记不清了 就是这条路 我看见你妈妈了 走了大半天 也没捞着 真是的 哦 嗯 我得想想办法了 哦 摔下来了一批小马 我就在这等着他 啊 看看能不能打打他的主意 对 对 就怎么办啊 刚才送小羊回家 耽搁了时间 现在我得跑得快一点 啊 小马 慢点 慢点啊 你差点就踢着我了 哦 小马 你要到哪儿去啊 快告诉我吧 我 我去给姥姥送信 嗯 怎么了 哦 送信 啊 我看呢 咱们能不能凑个伴 在路上说说下下的多开心啊 你看怎么样 嗯 跟狐狸作伴 是啊 是啊 我可不跟狐狸作伴 哦 只要他跟我作伴 那么朗大哥的午餐就有了 我狐狸呢 也就能吃到马屁股上的肉呀 妈妈说过 狐狸是坏人 我不能跟他一块玩 小马 小马 来来来 咱们一块做伴吧 小马 小马 我干什么呀 这小马真剧灵 我是骗不到他的 哎 算了 马屁股上的肉是别像吃了 嗯 真倒霉 走啊 小马 你好 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小鹿你好 我去姥姥家 你姥姥家 我和你姥姥是邻居啊 真的吗 那咱们一起走 太好了 我找到了一个伴 前面就过沙漠了 来 一起走吧 哎呀 休息一会儿吧 你看 这太阳多大呀 哎呀 我好渴呀 好渴 你渴吗 小马 你渴了吗 你渴了吗 嗯 我也有点渴了 怎么办呢 这儿附近有没有水啊 嗯 咱们找找吧 嗯 我知道 我来带你找 你知道 嗯 我知道 嗯 来跟我来 好 哎 小鹿 你看 这里不是有一个水塘吗 哦 哦 对对对 多好的水啊 多清亮啊 你先喝吧 你先喝吧 不 你先喝 你先喝 嗯 那好吧 嗯 啊 真舒服呀 喝好了 喝好了吗 嗯 你也喝吧 我再喝一点 好 哎呀 这水可真甜呢 真棒 我也再喝一点 我都喝饱了 我也是 好 那我们一起赶路吧 好的 走 转水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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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哎 小马 你看 那不是你姥姥的家吗 看哪 就在那边 是啊 我也看见了 哎 我也到家了 那再见吧 好吧 再见 我 拥护 抢 我 都不抢 黄 你看 最后 圆子 走 接着 你妈妈说有个故事 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 孩子 你妈妈说姥姥想听一个出远门的故事 让小马讲给姥姥听 是吗 是 姥姥 我妈妈是让我给你送这么一封信来 可是我讲什么故事 让我想一想 好 这只小马跑在森林里 他遇见了一只狐狸 狐狸 一定是花言巧语骗小马吧 我没有受他的骗 踢了他两脚 后来我在森林里又遇见了小羊 一定是一只迷了路的小羊 他和他的妈妈走散了 他找不到家了 他找不到家了 他找不到小羊 他找不到小羊 我驼着小羊东找西找 后来找到了他的妈妈 真是一只糊涂的小羊 然后又怎么了 后来我又遇见了小鹿 可爱的小鹿 把小马带到了他姥姥家 孩子 你长大了 是啊 小马 慢点 小鹿 这么晚了你到哪儿去 我接到小鹿的电话 我得去救他 很着急的 他怎么了 小鹿被毒蛇咬伤了 你看 这是我给他送的解毒的草药 可是你这条路是走不过去的 你看 这儿有一个大陷阱 你看就是这 两天前还没有 我经常从这儿走的 对 你是不会知道的 这是天夜下午才挖的 他们挖好了陷阱 在上面加了些树枝 树枝上铺了些茅草 茅草上撒了些树叶子 就这样 让你看不出来这是个陷阱 知道 那怎么办 小鹿还等着用草药 不要紧 我知道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也能到小鹿的家的 是吗 那谢谢你了 小松鼠 你就赶紧带我去 不谢 不谢 快点跟我来 快 小马 快跟我来 快点 快跟上我 喂 小马 是小山羊 是啊 天都要黑了 你这是着急去哪儿 小鹿被毒蛇咬伤了 我是给他送草药去 哦 是这样 那你快去吧 嗯 要是我去晚了 就怕小鹿不行了 哦 对了 你知道 小乔是几根木头大成的吗 嗯 是 三根木头 哦 你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右边一根木头已经松动了 是吗 好 谢谢你啊 小羊 我真的好感激你 要不是你提醒我 我可能要掉到河里去了 哦 对了 你在过小木桥的时候 千万小心啊 别踩着右边的木头了 嗯 好吧 好吧 那你快去吧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快去吧 天都这么黑了 小马去给小鹿送药 我能给小马什么帮助呢 我就在这看着他 帮帮他过桥吧 要不他会掉下去的 喂 小马 你千万小心点哦 别踩着右边那根木头了 小心啊 我知道了 小马 小心啊 小马 千万小心别踩到了 小心点啊 小心啊 小羊 谢谢你 不用谢的 你快去送药吧 替我问小鹿好哦 好的 要小心啊 小马 小心 小马可真好啊 她是不是 啊 谁啊 这么晚了 你是谁啊 是游火虫啊 我要赶路呢 你别拦着我 哎呀 天都这么黑了 你怎么看得见呢 嗯 你不知道 小鹿被毒蛇咬伤了 我得赶紧给他送草药去 哎呀 小鹿受伤严重吗 挺严重的 要是送晚了 恐怕就不行了 哎呀 是吗 小鹿可是我的好朋友啊 可是天这么黑 鹿这么难走 好 你怎么才能去呢 这样吧 你在我们这儿歇一会儿吧 明天再去 不行 谢谢你了 萤火虫 我必须要今天晚上赶到 你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你一定要去吗 对 那这样吧 让我来给你照照亮 你跟着我 我给你带路吧 好的 谢谢你 萤火虫 你跟着我走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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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 distinction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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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dip specialist 天都这么黑了 他不来我就没救了 小鹿 小鹿 谁在叫我 谁 我是小马 小马 你终于来了 我来给你送草药了 快进来 好好好 我进来了 小马 小马 你终于来了 小鹿你还疼吗 疼死我了 快把药吃了 小鹿你好点了吗 这药可真神 一吃下去就好多了 我怎么疼了 当然了 这是人们常说的神仙草 小马 这可真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这么晚给我送药过来 我肯定 死定了 谢谢你小马 小鹿 你不要谢我 要谢就谢大家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 小鹿 要不是小松鼠给我指路 我差点掉进陷阱里 那么可怕 对 要不是小山羊告诉我小桥危险 我会掉到山剑里的 好危险 要不是萤火虫给我照亮 恐怕我现在还在山林的小道上 那可真得谢谢小松鼠 小羊 萤火虫 我病好了 就去谢他们 对 大家对你可关心了 谢谢大家了 我一定要去谢谢他们 我们大家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还要互相帮助 你说对吗 对 对 对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